这是决定秦国命运的一次关键对话 西巡船上魏央三世秦孝公 与前两次不同 魏央没有高谈阔论 一上来就直戳秦国的尖锐问题 受富饶土地而贫穷 用强悍之民而兵如 去山川行圣而沦丧 就在于没有综合会议的强大国力 那什么是综合国力呢 人口众多 农工兴旺 府库充盈 甲兵强盛 民勇攻占 由此武者堪称强国 而眼下秦国勿无其意 帝小民少 宫田不振 府库空空 家兵老旧 私斗称房 孝公心里似乎还憋着一股气 既然我秦国一无是处 你说咋办 难不成还搞你那套王道 人正还是无为啊 魏央一笑 君尚好眼力啊 三道宣坛那都是侍你的 要说强国之道 那还得看法家 强国范式不同 魏其处三强范式 君尚有何评判 这一问啊 难住了秦孝公 但却让他精神一振 自从接手秦国这个烂摊子以来 他每日为强国忧心如焚 但却从来没想过 还有强国范式这么一说 魏国范式 假兵财货之强 齐国范式 明君励志之强 楚国范式 山河逛茂之强 而这三强 皆非根本之强 不足效法 孝公感到惊讶了 这魏其处三强 竟然都不足效法 想我祖祖 辈辈三代人 都是农民 穷怕了 到我这一代 能进城就了不起了 求贤令中也已经声明 图强的目标 就是恢复 穆公时代的霸业 跟东方的诸侯 能掰掰万子 按照这样的目标 达到魏其处三国的强盛 这辈子就知足了 但你这个魏央 竟然说这三大强国 都不足效法 口气是真大呀 你是真不知道 治国的艰难 还是真有扭转乾坤的才华 三强之不足效法 原因在于 治强一时 不强长远 与明君则强 与长君则弱 与昏君则弯 根本原因 便在于三国变法 制作半途 法令半信半旧 名为法治 实为人质 如此邦国 气负震荡不定 无法长期聚集国力 而稳定强大 秦孝公被这一番 江河直下的理论 强烈震撼到了 他陡然觉得那笼罩在 兴田很久的沉沉阴霾 已经消散 就像这艘西行的船只 冲破未水的冰面 魏央的横空出世 冲破了孝公的身心枷锁 于是呢 在魏央县上强勤酒论后 这位历经图治的君主 立即下令 停止西巡返回岳阳 官船掉头东下 秋日短暂 转瞬淹没在远山后面 老随从黑帛 站在船头 欣慰地笑出了一口白牙 只有他最清楚 这个年轻的君主 从上任以来 为了保住秦国 到底有多苦 他永远记得 君上为保仇敌公输所 在寒谷关外 挡下的公主那一件 他还记得 车英西征归来时 君上面对万千死难将士 发出秦国不死 秦国要强的呐喊 他更记得 君上在国耻时前 用鲜血立下的誓言 年轻君主 用担当和稚气 默默扛下了一切 却一直苦于找不到 那个能陪自己 一起为秦国 蹚出一条血路的同行者 而今天 那个同行者终于出现了 秦孝公向着了魔 把魏央带回宫后 俩人就在书房密谈 认谁也不见 卯食已过 黑伯提醒他该吃饭了 酒菜拿来 边吃边说 好 边吃边说 等饭菜上来后 孝公的心思仍留在魏央的强情酒论 盯着字字千军的竹简 孝公彻底入了神 这刚举目张的九条纲领 让他看到了秦国的曙光 俩人在忘我的交谈中 不吃不睡 度过了两天两夜 老黑伯实在不忍 又来提醒 必须要请 君上 该有晚饭了 好 就把这些热热就行了 孝公吩咐完 又跟魏央聊了起来 这黑伯一脸为难 君上 该歇息了 都两天两夜了 魏央被孝公彻底震撼了 如此简朴 又如此勤奋的国君 魏央确实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从前日午后开始 他胸中积累的学问见识 便汹涌澎湃的迸发出来 两天两夜 没有丝毫懈怠的呼啸奔泄 他流淌着自己 燃烧着自己 而作为国君的秦孝公 则向空谷沧海 接纳着他无尽的奔流 却没有丝毫的满足 闪念之间 魏央从这个 仅仅比自己大一岁的 国君身上 看到了一种 远远超越于年龄 和阅历之上的 成熟与国大 他感觉孝公仿佛 生来就是做国君的 除变不惊 临危不乱 慧眼变才 沉静深远 对于寻常人而言 拥有其中任何一种品质 都是极为难得的了 而这个国君 却如此出色地 容这些过人品质于一身 真是令人叹服 与年轻的孝公在一起 就像与山岳为伍 让人胆气顿生 他静静地看着 专注沉思的秦孝公 沉思奔放 竟也忘了吃饭 俩人像寻觅半生的知音 在冰冷的书房里 竟然聊上了三天两夜 觉不好好睡 饭也不好好吃 以至于俩人眼睛发红 面色发青 可神情却依然激昂兴奋 毫无倦意 在讲到强兵复国时 魏扬还说出了 底层百姓的心声 一个国家 农人勤更而不能温饱 并是立功而不能得绝 民心气能不散 说吧 魏扬便用沙哑的声音 哼唱起他在桑鱼山村 听到的那首歌谣 游宫无山游天无岗 游黄无酒游年无常 游游上天望我苍生 游黄无尽富王河山 游不留甘子无羞产 游九老金富王河山 游阳悲凉的歌声 是百姓心底无助的呐喊 孝公听完已是满眼泪水 秦国沦丧民不聊生 孝公终于下定决心 这是魏扬的冷峻之处 虽然他被孝公的简朴勤奋和领袖气质所折服 但他仍需要做完最后一次事态 一次公开坦诚 彻底的条件交换 这是魏扬对秦孝公的最后一次事态 他要弄清楚 如果在秦国变法 孝公能否解决那几乎没有任何一国君主能解决的三大难题 变法第一难就是需要在敏感的人事问题上进行替换 孝公明白 如果没有一批骨干来支持变法 那么主持变法的魏扬就会被架空 政令也难出正式堂 他也明白 人事调动必然会引起激烈的震动 这很难 但他必须走出这一步 变法第二难 在于法治不必权贵 公事宗亲违法 与庶民同罪 这一点对于平庸的君主来说 断难做到 刘秦不认识难 但应去量能做到 魏扬的眼中闪过一丝振奋 但变法的第三难 他不确信孝公能否做到了 国军需对变法大臣坚信不已 不受挑拨 不重离间 魏扬说完 紧盯着孝公 孝公在夺步深思后 突然转身 给了魏扬坚定的回应 为秦国富强 应去量九死误会 万难不足以扰乱我心 百年以来 变法强臣死于非命者不知多少 少要之罪 在于国军根基太矿 今日 应去量对天明事 信君如信我 忠我一生 绝不负君 两人四手紧紧相握 魏扬孝公 泪眼相对 在这个被列国蔑视的国度里 这次握手在当时是那么的不起眼 但用不了多久啊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一刻是如此的光辉和灿烂 因为这俩人将终其一生 倘过无数血泪 履行一份生死的誓言 就在两人深情对望时啊 公主盈玉突然伸出两绝热气蒸腾的米酒 热酒吃心 天地为证 小妹说得好 来 干 魏扬呆呆地望着盈玉 对这个红裙少女 她感到似曾相识 刹那间 她突然想起来了 这位公主便是当初 洞湘春对弈时 颈牵身旁的小弟 盈玉望着魏扬 丝毫无法掩饰 那自然流露的感动 赞赏和爱慕 有这样一个秉性纯真的乾坤大才 帮助呕心沥血的二哥 盈玉也终于从 列国悲情的压抑中 缓和过来 而孝公在和魏扬 撤谈三昼夜后啊 信心大增 原来准备自己修炼 自己动手的悲壮 化成了烈烈变法的昂扬情怀 但是要想在秦国 做出这么一番大动作 有一个人 他无论如何 是不能绕过的 这个我们下期再聊 喜欢的朋友 还请来一波关注 点赞评论 你的支持是古大 吃就动 点赞评论